接下来 那个 你还要再报告什么 没有 接下来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时间 那怎么办 我今天分享的 我今天准备了很多 剩下的时间不多 上下两集 上下两集是不是 那我就剪短一点好了 看能够剪 第一个 第一个 对 我们一开始就抱怨 怎么可以了 OK好 今天是 我们教会庆祝感恩节中 感恩节是上个礼拜四 就是 美国他们在庆祝感恩节 是美国文化里面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很多人讲到感恩节 会想到什么呢 火鸡 所以今天你们一定不会失望的 但是感恩节不是只有火鸡 其实跟旁边人讲说感恩节不是只有火鸡 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 其实回到我们人生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品格 或者是超炼 就是感恩 那如果一个人懂得天天感恩的话 那就能够真正的能够享受生命 真正能够快乐 所以祝福大家今天能够感恩节快乐 以后天天感恩天天快乐 Amen OK 好 那但是呢 这个感恩节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什么题目呢 石家上个礼拜 今天我一反常情 我要在感恩节的时候 要谈谈抱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圣经里面 到底对抱怨 有什么样的一些真理 其实老师说 抱怨的 好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我们可能作为基督徒 我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抱怨 但是如果我们面对自己的生活的话 一定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 一定会有一些情绪 那有一些负面的想法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 很可能你的不知不觉 你的反射就出来了 那就是变为抱怨 有时候可能你嘴巴就会说出来 有时候嘴巴没有说出来 但是心里面确实在嘟囊着 所以老师说 当我们面对自己生活的真相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承认 抱怨好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所以呢 我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 就是抱怨 其实是我们每天生活里面 都会有的一部分 但是呢 我相信 我太太世家一定会说 那世家每次呢 剥壳呢 他都被直接剥了 就把那个壳就丢到那个水槽里面 那水槽呢 就是那个水槽那个孔啊 然后那个 就被这个蛋壳所占据了 那蛋壳的话 就有很多碎碎啊什么的 那我常常就看 每次看到 有一个蛋壳一同活在那个地方 心里的眼睛就觉得很不顺 那平常呢还可以忍一忍 那那天早上呢 我就说 这个 这个看到这蛋壳 我通常我都不会这样子 我通常都会直接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然后就讲了两句 然后世家当时正在吃得很开心 吃到一半马上放下来 然后立刻就去把蛋壳拿出来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我与其听你抱怨 我倒不如马上就把事情做好了 所以在世家的生活里面 是没有抱怨这两个字的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抱怨呢 抱怨是不是绝对不好呢 那我想在这地方 我们先做一个调查一下 大家自由地表达你的意见 那只有我看到 我们不看别人 OK 你认为抱怨绝对不好的人 请举手 只有一个人 对不起 只有几个人 OK 好 那认为抱怨不见得是不好的 请举手 哦 这么多人 OK 那不置可否的请举手 我希望每个人都举手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到底抱怨圣经是怎么讲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有一个下一个表 这是有一个下一个表 看一下 我们看到可以抱怨吗 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 抱怨是试探神的 但是呢 有些人是觉得说 其实我只是跟神说真实的感受啊 为什么我不能够跟神说真实的感受 我一定是试探神吗 然后另外呢 这个我们又说抱怨是没有信心的行为 但是呢 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是因为信任神 我们才会把我心中的这些挫折感 我这些不好的感觉想法 我才会跟神讲的 如果我不信任神的话 我才不会把我的心向他敞开 那另外呢 我们又说抱怨是神所恨恶的 可是呢 难道我们不相信神会聆听我们心中真实的心声吗 然后我们又说抱怨是带来生命的拆毁 没有错啊 有很多的抱怨真的是让人听得乌烟瘴气 带来生命的拆毁 但是呢 另一方面抱怨也可能是健康的情绪抒发呀 所以到底抱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那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底什么是抱怨 有哪些抱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圣经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抱怨 第一个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抱怨 以色列人的抱怨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 因为我们当中有些新朋友 那我们知道这个埃及王子就是谁啊 摩西有什么故事啊 除埃及的故事对不对 除埃及的故事呢 是发生在离现在多久的时间啊 三千五百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啊 所以这是古早古早 非常久远以前的事情啊 但是这件事情呢 可以说是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呀 在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帝国叫什么 埃及帝国 埃及帝国里面呢 就有西伯来人 就是犹太人在那个地方 犹太人在那个地方 本来是非常受到礼遇的 但是经过四百三十年之后 他们这个埃及人呢 开始嫉妒犹太人啊 然后开始就把他们当作奴隶啊 给他们做普劳啊 逼迫他们啊 就是让他们这个 民不聊生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 犹太人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就跟神来哀求 说我们现在受到这样的奴隶啊 我们这个民不聊生啊 神啊求你来救我们啊 所以呢 神听了他们的祷告 就拆派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 就是叫做摩西 所以摩西呢 是神拆派来 违应以色列人的秃求 然后把以色列人带离开了埃及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哦 因为透过红过了红海 然后把埃及的军兵给灭掉 他们才有办法顺利的离开 真正的离开埃及 然后呢 在他们就在这个旷野里面 准备要进到神 为他们预备的新的国土 建立他们新的国家 就是在应许之地 但是在旷野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事情 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什么事情呢 我们再来看 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三节里面讲到 我们一起来读 百姓在那里甚可要喝水 就像摩西发愿言说 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种怨言 以色列人的怨言是什么样的怨言 回到刚刚那个 他讲说 你为什么 摩西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可笑 因为是他们自己要离开埃及的 所以神才派摩西把他们带离开埃及 所以居然他问说 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呢 然后他就想到说 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生处都渴死呢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摩西或者是说神 把他们带离开埃及 费了那么大的功夫 带出来以后 那么目的是要让他们怎么样 让他们死的 所以神的用意是让他们出来死吗 摩西费了这么大的力量 一个老头子八十岁 然后这么辛苦的把他们带出来 半条命都可以没有了 结果呢 他们还说你把我们带出来 目的是要我们死 所以这样的一种抱怨 是真实的吗 这样的抱怨是事实吗 当然不是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抱怨呢 以色列的怨言是谎言跟控诉 也就是说他们所说的完全不是事实 不仅不是事实 而且呢 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我们看下一张 上刚刚才那张 OK 所以以色列的抱怨 抱怨第一点 我们看到他们的怨言 是没有 是谎言 是控诉 是夸大 不是事实 而且完全没有信心 如果是这样子的谎言 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些怨言 神都听见了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他怨言 在第十六节 十六章第八节 摩西又说 耶和华晚上 必给你们肉吃 早晨 必给你们食物得饱 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 他都听见了 这个他是谁啊 都是耶和华 耶和华都听见了 我们算什么 你们的怨言 不是向我们发的 乃是向耶和华发的 所以尽管他们是跟摩西抱怨 但是事实上 他们抱怨的是摩西的主人 是谁啊 就是耶和华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抱怨小组长 抱怨传道人 抱怨牧师 但是我们要小心啊 到底我们是在跟他们 我们是抱怨他们呢 还是我们在抱怨神呢 我们所抱怨的神都听见了 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 在明书记十四章二十七节 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 这个我就是神 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 哇 这种没有信心的 而且不是事实的 是谎言 是控诉的 这样子的怨言 每一个神 其实听到了 都在忍耐 然后 这个听久了以后 忍耐要到几时呢 所以我们看到 他们所发的怨言 神都听见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所发的怨言 其实神都听见了 第三个 以色列人的抱怨呢 是怎么样呢 都会使 至少是使神愤怒的 换句话讲 任何我们的抱怨 如果不是属实的 是夸大的 是谎言 是控诉 是没有出于信心的 其实呢 都是会 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民俗记第十一章第一节 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语 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了 就怒气发作 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直烧到银的边界 所以这样子的怨言 这样子的怨言 是使神愤怒的 但是呢 我们在这地方 也要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神 对我们所有的怨言 都发怒呢 我们待会会来看一下 大魏的怨言 是不是神所愤怒的呢 以色列人 他们的这些怨言 是神所愤怒的 好 我们来看第四点 讲到以色列人的抱怨 最后呢 这些怨言 是会死人的 我们看美书记 第十四章二十九节 你们的尸首必到 在这旷野 并且你们中间 凡被数点 从二十岁以外 向我发怨言的 必不得尽我 岂是应许 叫你们住的那地 所以发怨言 会拦阻我们 进入到神 为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这种没有信心的 谎言的夸大的 控诉的怨言 会害我们 没有办法 进入到神 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请问你们 用什么 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用什么 信心 我们要有信心 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 如果是抱怨 里面没有信心 里面只是谎言控诉 那其实呢 就拦住我们 进入到应许之地 所以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 来享受神 给我们丰盛的祝福 跟应许呢 是不是因为 我们缺乏信心 甚至会抱怨呢 所以我们看到 最后的结局呢 就是以色列人呢 他们都死在这个旷野 因着他们缺乏信心 因着他们的抱怨 好 那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 以色列人的抱怨呢 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 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章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向他们有怨言的 就被灭命的所灭 这个指的 他们指的呢 就是他们的 以色列人的祖先 就是当初 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些死在旷野的人 所以我们要记取 这些以色列人 在三千五百年前 他们所犯的这些错误 我们也不要像他们一样 发怨言 然后呢 就这个 反而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 OK 好 那我们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思考一下 那以色列人的怨言 以色列人的抱怨 我们知道 这个是神 很清楚地讲 是他不喜悦的 也是我们自己要 非常注意的 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 那样子的抱怨 那这样的抱怨呢 是没有信心的 这样的抱怨是夸大的 是谎言 是控诉神 控诉人的 所以这样子的抱怨 我们一定要 非常的小心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那有没有其他的抱怨呢 有没有其他种类的抱怨 难道所有的抱怨 都是归类在 以色列人的抱怨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张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再下一张 那我们要吐苦水的时候 该怎么办 怎么样是对的吐苦水 而不是像以色列人的抱怨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你要吐苦水的时候 你有没有先跟神来清土呢 那如果没有跟神先清土的话 你要问自己 为什么没有呢 是不是你不相信 你没有信心 相信神能够来帮你解决这个困难呢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问题 就是当你在吐苦水的时候 你要想一下 你在跟谁清土呢 你会不会污染了他 他能够帮你吗 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 有人呢 这个 这个 来教会 祖苦日崇拜 然后呢 对祖苦日崇拜 不满意 这个 我不喜欢今天选的歌啦 我不喜欢牧师讲得到啦 心里就 心里面有一些不满 然后呢 他怎么样反应呢 他可能 如果他去跟新朋友也讲说 今天喔 是在 我很不满意啊 等等等等 像这样子的 这种吐苦水 是对的吗 会不会对这个新朋友 带来不好的影响呢 那你跟新朋友讲这样的问题 他能够帮助你吗 所以当我们在吐苦水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这样子的问题 OK 接下来我们要想的问题是 当你在吐苦水的时候 你是在批评论断吗 你是在夸大其词吗 这个也是我们要去 要去思考的 好 那 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就是 你这样来跟人的抱怨 在神面前有平安吗 还是神要你节制呢 所以当我们在吐苦水的时候 我们要问自己这些问题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能够改变现状的人 是不会抱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会忙着改变现状 OK 所以一直在抱怨的人呢 其实他们可能都完全没有行动 他们只是在抒发自己的不满而已 但是你看到有问题的时候 你只是想抒发呢 还是你希望能够改变这个现状呢 OK 好 下一个 就是讲到什么样的人不会抱怨呢 得胜者不会抱怨 只有 只有 自以为是受害者的人 才会去抱怨 所以得胜者不会抱怨 因为他们努力得胜 他们的目标是要来得胜 是要来克服问题 所以他没有时间来抱怨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神是不是对我们所有的怨言都会发怒呢 是我们刚才所问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大卫他的抱怨 大卫的抱怨是不是神 这个所不乐意 不接受的抱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诗篇142篇 大卫在洞里做的训会师 乃是祈祷 我们来听一下大卫他怎么样 来跟神吐苦水 怎么样来抱怨 来我读一段给大家听 我发生哀悼耶和华 发生恳求耶和华 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 承受我的患难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道路 在我行的道路上 敌人为我暗设网罗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 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无处避难 也没有人眷顾我 耶和华 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以我落到极碑之地 求你救我脱离 逼迫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求你离我处离 被求之地 我好称赞你的名 一人必环绕我 因为你是用后恩待我 所以大卫呢 遇到了很多的困境 这些困境呢 是他自己 没有办法胜过的 是超过他自己能力范围的 因为他的敌人 人数大大的超过他 他敌人的力量 远远的超过他 能够面对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怎么做呢 他就跟神来吐露他的苦情 倾心吐意 那他又跟神讲了 他一大堆的 这些负面的 这些问题 这些状况 他讲到说 他有很多的患难 他的灵在他里面发昏 敌人在他周围暗设网罗 然后呢 没有人去认识他 他也没有办法去避难 没有人来管他 然后呢 这个 他又说 有很多的敌人 然后又来逼迫他 敌人比他更加的强盛 而且呢 他也是被囚在 那个地方的 所以我们看到 他把他这些 大而无法解决的问题 全部都跟神吐露出来了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抱怨呢 反而 神让他记在圣经里面 流传到现在三千年的时间 这些都是负面的 这些呢 都是他很大的问题 但是呢 他却是能够跟神 来这样子 请吐出来 而且呢 成为神 所悦纳的 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神为什么 让大卫的抱怨 留在圣经的 最中间的地方 给我们看 为什么呢 如果神 他不喜悦 大卫的这样子的祷告 如果不喜悦 大卫 跟他来 请吐 他的这些困难的话 当然 神一定不会 让他 留在圣经里面 所以事实上呢 神把这样子的祷告 摆在圣经的正中央 目的呢 就是要我们 以这样子的祷告 为榜样 换句话讲 你可以把你心里 所有的话 所有的压力 所有的困难 都跟神讲 一五一十的跟他讲 讲得越 越清楚 其实你里面的垃圾 倒得越干净 所以 我自己呢 遇到一些压力 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一些 非常强烈的 这些 负面的情绪 比如说恐惧啦 比如说焦虑啦 比如说压力 重担 或者是 孤独不饶恕 愤怒 仇恨 我在里面 翻脚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对我来讲 就是跟在 来到神的面前 一五一十的跟他说 一个一个的交托 我觉得真的是 好舒爽 那 而且我感觉到 神 真的是都在听 他一个一个都接走 一个一个重担都拿走 所以本来我觉得 我自己努力的 想要去解决了一些 情绪 或者是一些 负面的思想 就在这样子的一个 土路当中呢 都一个一个离开我呢 我就是变得好轻松啊 好释放啊 我一下子 整个的心态都改变了 而且呢 他的平安充满我 他的力量也在我的里面 真的 这样子的一种 好像 如果有人在旁边 偷听我的祷告 他可能想说 哇 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啊 哇 又生气 又在 又对谁 有什么 这个意见 又是 什么 不饶恕 又这种愤怒 等等 这么多的东西 然后又有害怕 又有怀疑 怎么 流光阵 怎么有这么多问题 但是呢 神都乐意听 其实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不需要 好像 表现的我是一个 超级基督徒 我的表现很好 神你看我的表现怎么样 我能够胜过我自己 所有的愤怒 我都可以把它 都可以 我自己都可以把它搞定 其实呢 我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来处理这些 我们是要放心的 完全的交给神 跟祂清心土一 所以我们要看到 神是我们负面情绪 最好的出口 那我们这样子的 吐露的 吐露新生的祷告 也是我们 心理健康的关键 那个powerpoint 可不可以 打出来一下 好吗 神是我们负面 思绪最好的出口 是我们 这个心理健康的关键 我们常常 其实我这位牧师 我自己信主 三十几年 我在教会里面 我们常常发现 或者是有时候 我自己也有可能会这样 就是会否定 我们的负面情绪 否定我们的负面思想 或者是我们去压抑它 这样子的处理 其实是最不好的处理方式 我在这地方讲得很清楚 你如果去否定它 你去压抑它 你觉得你在大家的面前 只能够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其实这个是最不健康的方式 神看到你里面真实的情况 撒旦魔鬼看到你里面真实的情况 其实在你周围的人 也看到你真实的情况 但是你自己却否定你自己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样其实是很不健康的方式 所以我们不要去一味的否定它 而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摊开来 没有什么不能够跟神讲的 神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的 祂知道我们里面是怎么样 祂远远超过我们认识自己的样子 所以我们在祂面前完全不需要 有任何的这种 要去好像要做出什么样子 没有必要在神面前有任何的做作 其实真实面对神 真实面对自己是绝对必要的 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负面吗 其实重点不是在负面不负面 重点是要真实 我们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思想 真实面对自己的情绪 特别是我们的负面 所以关键不是在于 我们可不可以有负面思想 可不可以有负面的情绪 而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真实面对它 然后来去积极的解决它 所以我不是说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负面 我就是这样负面思想 我就是负面情绪 你就在那边摆烂 也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去面对它 然后有健康的方式去处理它 比如说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你就跟神去侵吐 OK 好 那当然呢 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我们 有一天 我们其实里面的负面情绪 负面思想 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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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能够健康 处理这些负面的思想 负面情绪的时候 这些负面呢 就会越来越少 到一个地步呢 其实后来 你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 已经不太需要处理这些东西了 但是可能 到你已经很正面的时候呢 充满信心的时候 可能你又会遇到一些更大的挑战 这个时候呢 神要扩张你 让你的信心又更大 更坚强 其实我们在信心里面是 要不断成长的 当然挑战越来越大 就好像在练举重一样 你相不相信 世家现在也开始在练健身 而且也找了这个教练 哇 他现在练的那个什么 效果比我更好 他腰围越来越小 我越来越大 那所以在练那个健身的时候 你会知道你希望怎么样 越练呢 就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十磅都很困难 然后呢 再来哇 十磅可以了 这个时候你让自己挑战 十五磅 十五磅可以了 再来二十磅 二十磅可以了 最后挑战到五十磅 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 我们也是不断的增加 我们信心的这个muscle 信心的肌肉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卫的抱怨跟以色列的抱怨 有什么不同 大卫的抱怨呢 是神所喜悦的 以色列人的抱怨 是神所恨恶的 大卫的抱怨 是带来生命的 那以色列人的抱怨 是带来死亡的 那到底他们的抱怨 有什么不一样呢 真正的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呢 好 我们看就是信心 所以大卫的抱怨是对神有信心 可是呢 以色列人的抱怨对神是完全没有信心 他们不相信神所说的话 不相信神的应许 他们只相信我自己肚子饿 我口渴 自己身体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就抱怨抱怨 就像一个小baby一样 那其实呢 我们的抱怨 若是出于信心的 跟神来清新吐一的 就是神所喜悦的 OK 所以呢 我看到大卫呢 他相信神在聆听他 他也相信神能够救他 所以因着这样的信心 他就会得到奖赏 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 我们有信心的话 神就会给我们奖赏 所以信心关键在于信心 你的抱怨是出于信心 还是出于不信呢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我们 看到在下一个抱怨 是初代教会的抱怨 我们前面讲到 以色列人的抱怨 是没有信心的 最后是灭亡 大卫的抱怨 是出于信心的 将向神真实的吐露 所以呢 他带来 这个 神美好的祝福 那初代教会的抱怨 是第三种抱怨 是什么样的抱怨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使徒信传》第六章第一节 那时门徒增多 有说西里尼化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西里尼化就是希腊 的希腊化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呢 就是刚开始教会成立的时候呢 在耶路撒冷 那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呢 这些教会里面有两种犹太人 一种犹太人呢 他们是讲西里尼化 也就是希腊化的 那在当时两千年前的 这个中东的这个世界里面 他们通用的语言是什么 就是希腊化 跟我们现在世界最通用的语言 是什么 英语是一样的 所以呢 讲希腊化的犹太人指的就是 没有住在耶路撒冷 或者是犹大地的那些 这些犹太人 那他们呢 从小是在外地 也算是就像我们说的华侨一样 应该要讲犹侨 犹太人的这些侨民 犹侨 这些犹侨来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要去过五旬节 结果没想到呢 圣灵大大的教官 他们成为基督徒啦 他们就留在耶路撒冷 在教会里面 那他们呢 就像当地的犹太人呢 大怨也抱怨 抱怨什么呢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所以也就是呢 这些犹侨啊 过来呢 带了一些寡妇 在他们当中 那他们住了可能几个月啦 结果久了以后呢 他们的这些寡妇呢 他们应该是受到特别的照顾 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 需要人家的照顾 结果呢 人多 教会呢 就没有照顾好他们 这个时候 那 这些犹侨呢 就看到个抱怨 那这样的抱怨 是好的啊 还是不好的 这样的抱怨呢 就是把 事实上是把他们的需要 来反映出来 结果 当时的使徒们 十二个使徒 他们就商议 要怎么样因应这个问题 然后呢 就决定 就选出了七个 当时最好的属灵领袖 其中包含了司体法 作为所谓的执事 专门来处理 这些有关于民生方面的问题 怎么样能够分布的均匀 因为使徒他们是忙着 在传道跟祷告 所以没有时间来去顾到 这些问题 所以好像今天 很多人他们去准备食物 如果我今天也去 也去准备食物 我就没有办法来这边讲道 所以一样的情况 所以呢 后来就解决了问题 而且让教会更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第三种抱怨 第三种抱怨呢 其实它可以是成为 正面的一个助力 为什么呢 因为它把教会的需要 反应出来了 所以我这为什么要讲这个情况呢 其实在应用在我们的 这个教会生活里面 如果你看到教会 有什么样的需要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 跟这个同东们来反应呢 是不是可以用一种 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方式 来表达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馈 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变得更好 甚至还有一种情况 是什么呢 我们有些人呢 看到教会有什么需要 他马上呢 自己就去投入 自己就去做 那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真正的 这个一个 属灵的仆人领袖 他看到有需要的时候 他自己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在抱怨问题 所以这个是第三种 圣经里面所讲的抱怨 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一定要爱心说诚实话 我们学习 能够把真实的需要 或者是一些圣经讲的真理 在适当的 在这个情况里面 适当的说出来 而且是用爱心来说 这样子呢 就能够彼此的建造 让我们一起来 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就是我们愿意 彼此的来聆听 聆听彼此的需要 然后来互相的帮助 OK 好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这地方呢 我们想 我想跟大家分享 有两个 这个抱怨的解方 也在这地方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抱怨有两个解决的方法 第一个是什么呢 感恩的心 终于回到我们感恩节的话题 其实解决抱怨 最好的方法是感恩的心 如果你常常有一个感恩的心 很多的抱怨就被去除掉 那我好像上礼拜五 在早上祷告会之后 跟黑黎聊聊天 然后呢 我发觉 哇 黑黎受洗才半年的时间 他就讲到说 哇 他就讲到 他就很 很自然的分享到 他这段时间的一些 生命的历程 他感觉到 自己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 他会发觉自然而然 有很多的感恩 在他的生活当中 很多的事情 他的态度改变了 更多积极正面的眼光 就能够去心存感恩 哇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生命的成长 我们刚受洗的时候 可能灵里面是一个小baby 但是神都把云喂养 然后接受门徒训练 然后祷告跟神亲近 签交聚会 然后呢 就有这样子的成长 那不知不觉回头看 哇 真的就是不一样 所以我也想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回 这个 回到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 那第二个 解决抱怨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用信心看到愿景 你用信心看到未来美好的样子的时候 你对你现在所受的苦 你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了 所以信心呢 其实就是我们解决抱怨 最好的一个方法之一了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下一张 然后说用感恩纪念过去的美好 用信心看到未来的幸福 就不会抱怨现在的不顺 所以这个是一个抱怨的解放 所以每一天 如果我们都能够为 这个神过去为你所做的事情来感恩 同时呢 用信心来领受神为你所预备的未来的幸福 那你就不会容易抱怨了 阿们 好 最后呢 我们做一个结论 就是 今天我们看到了圣经讲的抱怨 就比我们平常所想的抱怨呢 其实更加的完整 更加的多面 当我们了解到什么是抱怨的时候 抱怨有打几种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要避免什么样的抱怨 然后可以做什么样 带来有建设性的抱怨 OK 好 所以呢 我们要适当的表达负面的思绪 那抱怨不一定都是罪 我们适当的对神表达 对人爱心说诚实话 其实呢 这是好的 那我们用 当我们用信心感恩 以及真实的面对来管理我们的思绪的时候 那其实 我们就不会落入 这些有害的抱怨 所以三个 这个重要的元素 信心感恩 真实面对 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有信心感恩 而忽略了我们里面真实的一些状况 那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 培养天天感恩 你的人生就越来越少害人的抱怨 我们一起来祷告 OK 好 主啊 主啊 我们为你给我们美好的生命 为我们美好的救恩 为你给我们美好的祝福 美好的未来 我们先向你来献上感恩 主啊 我们感谢你 给我们这一切的丰盛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 主啊 让我们心里面 深深的向你献上感恩的祭 主啊 你对我们真好 你真是何等的美善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完全的放心 我们可以完全的向你敞开 真实的敞开自己 真实的做自己 我们不需要隐藏 我们不需要压抑自己 而是能够真实的来面对自己 主啊 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从现在开始来能够培养一个习惯 就是当我们感受到里面 有一些什么压力 有一些什么负面的想法 或情绪的时候 就马上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不需要虚假做作 我们只是真实的向你来侵吐 主啊 我们就 这时候就邀请你 当我们向你这样子 侵吐的时候 就是在邀请你 来 去除我们一切的重担 我们就是邀请你的能力 在我们的身上 主啊 我们赞为你 哈利路亚 主耶稣 我们也很求你 饶恕我们 饶恕我们 里面常常有许多的谎言控诉 就从我们的口中出来 成为一种抱怨 在压力的情况之下 我们相信了仇敌的谎言控诉 相信了自己的肉体血气 以至于说出了这些谎言控诉 不讨你喜悦 没有信心的话 主啊 求你来饶恕我们 让我们的心里面 更是充满了感恩 充满了信心 主啊 我们感谢 我们先求圣灵来洗进我们里面 一切的无惠 一切的缺乏感恩 一切的 这些 没有信心的保元 主啊 我们赞美你 用那感恩的心 用你的真理 来充满我们 主啊 满散美你 阿弥陀佛 谢谢主 谢谢主 我们将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 阿弥陀佛 感谢主